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9日 已經是星期六 現在如無意外 香港政府還在審議這23條 其中有一條 我覺得是很值得拿出來討論的 就是 叛亂涉及六大罪行 甚麼是叛亂呢 其中有一條 叫做煽動公職人員 離叛 一經定罪可以被判監7年 如果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加刑 最多可以判10年 我想問一下 離叛的意思是甚麼呢 即是逃離香港 移民算不算離叛呢 如果公職人員離叛 即是如果煽惑一些公職人員 移民 是不是算是離叛呢 其實是算的 因為他不能夠再效忠特區政府 任何人 煽惑公務員 離開香港 不再做公務員 即是不再效忠特區政府 即是叛利 或者是離本 叛利 如果是經營 做 賣樓的 賣海外樓的 搞移民生意 移民諮詢公司 好像關景雄那些 然後還有做律師 做移民律師 幫他辦理移民手續 離開香港的 全部都是叛利 以後 所有的這些店舖 所有的這些公司 包括地產店舖 還有大樓的澳洲樓的 美聯也有的 實際上 每間地產公司都有一個部門 是做移民的 這些產業 接下來全部都不能做 因為你一做 你 其實就是煽惑 公職人員 離叛 他不再在香港 從事公職 不再效忠祖國 那是不是離叛呢 判監7年 煽惑 即是中原地產的經紀 賣一個澳洲的民營給一個公務員 你就是煽惑他離開香港 好了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一定有勾結啦 他買得 澳洲樓 加拿大樓 英國樓 那麼你是不是跟外國勢力有聯絡 是不是勾結呢 你不勾結怎麼賣呢 移民律師一樣 你不勾結外國勢力 你怎麼幫他辦理移民 美加 澳洲的手續呢 加拿大 英國的手續呢 是不是 所以 所有的 地產公司 從事海外民業的地產公司 所有的香港的移民律師 所有的移民顧問 代理 全部 接下來都要倒閉 那不是啊 如果你不是公職人員 就可以了 也是這個問題 任何以後做親衣行生意的 移民生意 做移民律師 移民代理 移民顧問 移民賣樓 甚至乎移民搬屋 那些人 有一個問題 你以後可能要 好像買股票那樣 你問他是不是美國公民 如果美國公民我們不做你生意 因為美國的稅務 有問題 會刷得很嚴重 那些人免得煩惱 不做美國人生意 香港的 證券行 以後 地產公司 移民公司 移民顧問 移民律師 其實會計師也有的 你幫他報稅 支持你 可能也要牽涉到 你要有一個聲明 你 不是公務員 或者公務員的 只是親屬 為什麼 只是親屬 如果是移民 那你是不是煽惑他一起移民 煽惑這個公務員一起伴侶呢 老婆走了 老公留在香港 去包兒賴 你會不會留下老公在香港包兒賴 不可以的 一起走的嘛 老公走了 老婆走了 留下老公在香港 或是其他一個都不方便 可能會出軌 子女也是一樣 只是親屬 子女去了美國 去了英國 留下老公在香港做公務員 那你不覺得煽惑他們一起走 所以 任何以後也有一個 就是 要申報他 不是香港的公務員 工職人員 甚至工職人員 情教署也是 工職人員的定義 甚至是跟政府有關係的 可能是工職人員來的 所以 任何人一定要申報 他不是公職人員或 公職人員的值是親屬 這個才行 要不然你做一宗生意 你就會煽惑 如果去旅行 算不算是煽惑呢 其實也是 大家想清楚一點 他 去一家大小的公務員 去加拿大旅行 或者去美國旅行 去美國的時候 你 做一個 旅行社 要不去銷售美國 美國很美的 哪個地方好玩的 你是不是在銷售美國 離開香港 你是不是在告訴美國的好處 是否在勾結外國勢力 煽惑她 有機會叛離 為什麼 美國那麼好 我也是 移民啦 我不回來了 我不在做公務員 我不再效忠特區政府 所以 連這個 去旅遊也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呢 去別的地方也是的 你不要以為 去南斯拉夫 現在沒有了 變成翠維亞 黑山 你不要以為去黑山 就不是 煽惑 十龍湖公園很漂亮的 我想了一下 我也是 辭職了 我要移民去克羅地亞 移民去克山共和國 很漂亮 那你是不是就是煽惑公職人員伴尼 做旅行社的 也有一個問題 以後逢是旅行社 一定要寫個聲明 我不是香港的公務員 也不是公務員的親屬 你是公務員的兒子 你老爸在做懲教署副署長 你突然告訴你 你看很漂亮 大陸也沒有問題 張家界很漂亮 但是 你說去紐西蘭 去垂屎滑雪 你看阿爾卑斯山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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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煽惑公務員 旅行社也有問題 也不可以繼續做 這什麼郵輪假期 真是煽惑 加勒比海 28天團 兩個月去加勒比海 游完之後他心不在香港了 不再服務香港了 你是不是煽惑 郵輪也不行 很多行業在香港 完全都不能做 你真是煽惑 Johnny說了一節 金融界 金融界當然啦 尤其那些港股跌倒楣 拿回美國的財經 報告來看 英偉達還可以升 900多元 還可以升到1200元 那麼你是不是買英偉達 你買英偉達 你會想 英偉達那麼好 那麼好前景 死貨了 你是不是在善惑公務員 對香港有離心 香港那麼壞 英偉達那麼好的 是不是買多點英偉達 那麼你 跟這個不效忠香港政府有什麼分別呢 你是不是跟他伴侶呢 他的心不是香港 也是伴侶 總之任何外國好的 香港不好的 你就是煽惑的 你全部都有機會負上刑責 還有 你一定是勾結外國勢力的 你難道 銷售美國 銷售英偉達好 你跟他說中國好 英偉達好 不會 因為美國好 英偉達好 那你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呢 英偉達股票是誰賣給你 外國賣給你 那你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呢 肯定要10年 是不是 做這些投資 做這些旅遊 售賣給你 外國賣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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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賣 把這些監獄全部好像 IFC那麼高才行 因為哪裏都能把那麼多人 起碼有80-200萬人要判監 還要判10年 到時 香港 我覺得 我們可能要 轉型 轉型做甚麼呢 轉型做中國的五毛中心 因為大家知道 五毛很多時候在監倉裏面 就是反駁隊嘛 實際上就是坐牢的那些 這些反駁隊或五毛 他們 大陸也不懂英文 反駁不了洋人 最好是甚麼呢 最好就是反駁隊 香港人 大量這些人坐牢 都可以做反駁隊 大家明白嗎 因為懂英文 可以跟洋人 據你力爭 可以拗贏那些外國人 我覺得 接下來可能是多一項發展的 機會 你至少 你咬人鬼佬 行吧 你以後就負責專門做外國的論壇 跟鬼佬爭辯 唱好香港 其實 不是壞事來的 到時如果拉100-200萬人坐牢 不過 軟件和硬件要配合得好一點 高樓大廈 加強網絡 始終香港地真的太多危險 因為 你 還有一條罪 叫做《意圖犯罪而管有善劃性質文件或物品》 什麼叫做善劃性質文件或物品呢 就是一份財政 其實 拿一份華爾街日報也是很糟糕的 因為裏面有說英偉大記號 很糟糕的 煽惑人家 離開香港 看好外國的煽惑 全部 都是要判鑑 這是三年 不要緊 賣華爾街日報 報攤 也可能要坐牢 你裏面有份報紙 曾鳴的動向 那些好像還有沒有在香港 還可以賣 那樣 報攤可能也要坐牢 因為裏面的東西當然是善劃的 不方有好東西 買得以後這些報紙 法輪功在香港可能也麻煩 你派本狗平共產黨 你不是善劃的 憎恨疾區政府也要坐牢 所以現在很糟糕的 所以香港的朋友 你們剛才從事上述的那麼多行業的 旅遊 這個叫做投資 然後就是 海外的民業 最重要是賣海外樓的 還有做移民顧問 移民的律師 移民的計師 或者搬屋 幫香港人 搬屋去英國 其實也有問題 未來也可能會很糟糕 因為 你是不是善劃呢 你那麼方便人家 善劃他離開香港 試劃公務員 以後公務員哪裏都不用去了 去日本旅行當然不行啦 回大陸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趣樂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你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有時來市民的酒店負責人 也不會有限期間 抵達的 rode相關